最后为什么还是一定要讲到资料库 因为基本上第一个 程式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 等于你这个程式 几乎用处就会非常的受限 因为所有应用背后都会有资料库 因为你要产生一个结果 你要储存起来 而且你最后要产生报表 你产生报表没有资料库 你怎么产生报表 所以特别是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还有一些所有的程式语言 都会慢慢改变 比如最早期 可能有CC++ Java等等的 或者是早期 我最早是写VP ASP PHP 反正一堆程式语言 都会改变 手机又手机APP 但是不会改变 就是资料库 一定会有 而且资料库呢 如果你要跟他沟通的话 你就记得 一定要学会一个语言 叫Sequel SQL 这个就是你跟资料库 沟通的基本语言 反正呢 每一种资料库 他都看得懂这个SQL 也就是资料库里面的 共通语言 然后呢 今天的话最后 我们一定要学会几个啦 第一个 你要如何在Python里面 建立资料库 OK 那资料库建立完之后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再把资料放进去 那放进去的话 特别重要 他的结构一定是资料库 里面可以放很多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有栏位 那栏位有点像Excel 反正你看几栏 比如说我们刚刚会员有五栏 五栏那你就要借五个栏位给他 然后五个栏位呢 你再把它新增到里面去 比如五十个会员 你就新增五十个资料 那最后再把它读出来 所以新增读取 删除修改 大概是会有这四个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 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那大概这些会的话 理论上资料库的应用也足够了 像以前写一个进销存系统 主要就是用这四个 大概就够了 有没有 比如说你要新增一笔订单 有没有 或新增一个客户 然后如果你要把资料 调出来 比如说查询 如果这一笔OK 你可以把它删掉 或者把它搬到另外一个table 那如果你订单有错误的话 不就修改 大体上 这四个步骤应该就够了 可是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要学会 新增资料库跟新增语法 写入资料 那这边有个范本 不过这个范本 如果要叫你们自己key的话 可能会出很多问题 所以我建议 一样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找到这个在我们的哪一个云端办法里面的那个第五个单元 第五个单元里面的比较下面 因为这个资料库 大概在第43页的地方 这边还有配置 总共60页 OK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云端的算是讲义了 那里面的话就有这个新增资料库这部分 然后你就把这一段 我看先我先建一个什么建一个module名称吧 也许叫科蛇01好了 也在这边先建一按右键 另外一个module名称也叫科蛇01 名称可以自己取 按finish 再来的话这边cancer掉 把这一段程式 也许你把它复制 我们待会用这个来当范本来改会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建资料库的流程都一样 OK 我大概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import import一个外部的一个模组 叫SQLite 3 这个SQLite 3呢 其实就是在python里面的一个小的资料 小型资料库 它有点像在office里面assess 它最后会产生一个资料库 副档名是.db 所以我们要先import它 再来的话我要建资料库 我就利用这个SQLite 3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connect 顾名思义嘛 我要连线 那后面的话 加上这个资料库的名称 我这边取叫科蛇01.db 名称可以改没关系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资料库 顾名思义 connect 不过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还蛮有趣的 如果你这个资料库第一次新增 如果不存在 它会先帮你 它会帮你建立 可是如果它已经存在了 它会帮你连线 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 比较有一点弹性的 OK 所以像以前如果写别的语言 它没那么简单 如果不存在 你要判断 如果不存在 你再新增 如果已经存在 那你就直接再连线 它自己要写逻辑 它不用 它会自己帮你判断 然后呢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物件 叫做抗物件 这个抗物件主要是 针对资料库的 OK 那底下的话呢 在抗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科色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是什么 连结里面的 这个科色 其实指的就是里面的资料表物件 资料库物件就抗 资料表物件就科色 不过科色可能 英文意思是游标 不过你不要 你反正就是知道 它其实就是对应到资料表物件 资料表 的一个资料表物件 那我们这边有个练习 就是接下来 因为我有连线了 接下来我需要 假设我要一个练习 就是什么 我要能够让使用者 填什么 填那个电话号码 电话码 然后呢 就两个栏位好了 比较简单 一个栏位是编号 一个栏位是电话号码 OK 那不过我要让它填进去的话 第一个 我要先Create Table OK 那Create Table后面的话 记得哦 我就加什么 加一个Table名称 欸 Table就资料表 名称的话Table01 那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如果你假设你要连在一起的话 那再来的话 刮虎 里面的话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Lumber 就是编号 一个栏位叫TL 就是电话 OK 这个是栏位名称 这个是形态 我要放什么 假设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你其实你刚才用Test 就文字 最简单 什么都可以 就跟Excel一样 Excel 他也不会问你说你要什么形态 反正打上去都可以的话 那你用Test 但如果里面的话 是数字的话 你可能要改Integer 有小数点叫Double 日期时间叫Date Time 不过暂时我们先用这个好了 待会我们其他范例会讲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用科试里面 这个资料表物件 里面有个方法 叫Excel Excel 就是执行 顾名是吗 把意思就是说把这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Sicle 传递给资料库啦 就是说意思说 你帮我跟那个资料库讲一下 Sicle 跟他讲一下 你帮我怎么样 建一个资料表哦 OK 然后呢 里面有两个栏位 不过特别重要 如果你执行第一次 假设这个不存在 那OK 可是如果你在执行第二次的话 它已经存在了 那这一行会挂掉 因为资料表名称不能重复哦 所以哦 我在我的讲义里面 在这个前面多写一个叙述 叫什么 一幅什么 那这 然后呢 Excel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建立吧 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打开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类似 像刚刚这个上面叙述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哦 在Python里面的Sicle叙述哦 充满着弹性 OK 应该叫 程式里面越来越有人情味了 不然如果这个以前没有的话 自己写麻烦 OK 好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然后就建了一个table 所以基本上的话 它这个如果用图来看 连线一个资料库 然后在这里面帮我建一个表 里面两个栏位 然后呢 再用InsertInto的叙述 InsertInto是加一笔记录 Values就是它里面的值 E跟这个 就帮我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它就产生第一笔记录了 OK 然后也是Execute它 就把资料放进去 然后Kamins就确定了 确定 我要新增 然后Close这个资料库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已经新增了一笔 看一下 打错了 Ex IT Execute 这边的话 应该是I 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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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如果有错的话 它会叙述跟你讲说 你这个语法好像有哪边有错哦 所以你检查一下 这边有错 它会告诉你 OK 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执行没错的话呢 它没有任何的错误讯息 不过其实 比较贴心一点 就应该你把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Printer 比如说写入成功之类的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更 更友善一点 OK 但是呢 这边其实可以再改一下 该哪里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编号 如果我现在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样会再新增一笔 可是呢 这个编号 变两个编号都一了 所以这样好像不合理吧 还有呢 我们如果说已经新增了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那接下来的话呢 跟各位介绍另外的小工具 你们可以到云端 到我的云端上面 找到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倒数的 这个地方 倒数第二个吧 有个叫SQL Live Browser 这个小工具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已经新增这个资料库 但是我要现在打开来的话 我看不到 它其实在哪里 你可以在这边哦 这个档案哦 它会在这边按右键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F5 这边就出现它了 特别重要 它已经存在了 只是说你现在把它点两下 它看不到内容 它有点像SS嘛 你如果要打开它的话 要SS的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零四的补充资料里面的这个 SQL Live Browser 记得把它按右键解压缩一下 解压缩制止就好 这个小工具的话 好处就是说 有点像SS可以把它打开 这个 这个没安装的把它打开 然后你就open它 告诉它说呢 我的那个资料库呢 是放低碟底下 因为我好像是放在那个 这个 Python Workspace 我有一个 专案叫Tether 在Tether裡面Src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 还是这个 Cursor01.db 我把它打开 各位可以看到哦 这个时候有没有 这个页面第一个 叫Data Structure 它就会出现呢 你这个资料库 有没有 资料库就档案 里面会有个资料表 叫Table01 然后两个栏位 OK 那如果我要知道里面有没有档案 有没有放资料的话 你可以切到Bloxdata 这个时候会有一笔 两笔 因为按两下嘛 不过这里的话 可能要修正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在执行 它又多一笔 编号一 那重复了就有问题 所以哦 待会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程式稍微修改 改改什么地方 也许就让什么 这个编号最好可以怎么样 干脆自动加一号算了 自动编号嘛 就像AXS里面有那个自动编号功能 对吧 然后可以让它这个 就不用去控制这个栏位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了解一下 这个有关在Python里面 如何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并且先输入一点东西 试试看哦 那么我们可以做的 对吗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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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